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教练聊健身室第八集 谢谢大家跟我们同在,从第一集到第八集都跟我们在一起来支持我们 谢谢你们的到来 那如果我会呼吁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啊,可以在我们的comment box里面写下来 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个,也帮忙把这个的视频的share出去 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今天晚上我们在Facebook live所聊的事情 问你今天我们在Facebook会要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所以今天我们的topic一点interesting last week我们有两个guest that goes through他们的fitness journey 今天我们有一个special guest,就是bring people through the journey 就是我们有Chen Wei Chen Wei是一个personal trainer and他也是一个sasa的dancer来的 so你们要问关于健身的东西 你们要问关于跳舞,都可以问 对 so今天我们的topic and theme会 surrounding比较多教练 you know,before this we'll talk about nutrition but we'll talk about general population so今天教练是怎么样的 so今天是我们的这一天啊,Jerly 我们可以讲我们每天做的东西 我们的Jerly and how we deal with people around 就是我们的client 客人,我们的客户 so也是可以说是我们的心路历程 在这么多年训练客户的经验 还有我们自己走过的路啊,一些的心路历程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真的欢迎大家来把今天的视频呢 share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收回到 对了,ok so without further ado,我们就请Chen Wei to join us 因为今天我们要问Chen Wei 三个大问题 是,我们会问他有三个大问题 那我来先介绍Chen Wei好吗 Chen Wei可以把你的麦克风打开 谢谢你 所以Chen Wei呢,是一位健身教练 Chen Wei是我在健身学院认识的一个同学 他跟我一起同届,一起考获健身教练的这个牌照的 那我要恭喜Chen Wei呢 最近他刚刚考获了一个Physics Transformation的Certification 是不是 恭喜你,哇,好厉害哦 同时哦 Salsa丹色 Chen Wei是一个跳了很多年Salsa的一个舞者 一个丹色 哇,如果你们要看很好看,很热情的 很奔放的Salsa丹色 你可以去PoloChen Wei 他的Facebook,他的Insta都有很多很多影片 关于他跳舞 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呢 不是Salsa,我们今天要聊的呢 是关于健身教练的种种种种的问题 同时呢,欢迎大家呢,把问题呢写下来 如果你们对健身啊,你们在饮食啊 健康方面呢,你有遇到什么样的瓶颈 遇到什么样的迷失 你想要听听教练的意见 到底是怎样的啊 这个路走的对不对啊 那你可以来把你的问题写在那个box里面 OK So,Chen Wei,我们第一个问题想问你哦 好像身为一个教练啊 如果一个client来找你啊 讲Chen Wei,我要减肥哦 你第一个advice会跟这个client讲哦 关于食物方面是什么 食物方面 因为我在想哦 我们的马来西亚这么多 多种圆花的民族 很多种食物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要很广泛的来说呢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食物 有时甜食啊 加工食品啊 或者夜宵啊 因为我们有很多妈妈 其实这些就是 大多数嘛 我们马来西亚人所面对的一些 肥胖的问题 如果你是说要减肥的话 减肢的话 可能你的生活习惯要做一点点调整 然后 就是说减少甜食啊 或者是说 避免消夜啊 还有 避免驾工食品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们有上过课 也有一点点 因为我不是 nutritionist 但是我们 上教练课的时候 也是有认识到一些 basic的 nutrition的课程啊 也是有在里面 所以 意见的话呢 就是我觉得 就是 可能就是我们 人的生活习惯要改变一下 饮食习惯要改变一下 还有就是要注意一些 我们的那个什么讲 nutrition啊 就是营养 营养要 你要怎么分配你的营养 你是吃 就是有 补充蛋白质 还有 碳水化物 这些水果 蔬菜都是 其实在我们马来西亚 就是很多 因为我们是热带国家 我们有很多那些热带水果 其实是很好 很好的 营养 还有啊 就是 mineral啊 这种东西 就是 就是你吃的健康 避免加工 食品 尽量减少夜宵 减少 甜食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 一大步来的 对我们来讲 对哦 就是好像 听你讲 我给你这样多钱 你只是跟我讲 这样简单的东西 但是要那个过程 改变那个是一个 journey来的 啊 是一个很长的 journey啊 就是 啊 你不能说我 我要一个 十天减肥计划 但是十天过后呢 是不是 你是不是可以 也可以一样的 把这个 计划 融入在你的生活 因为我 我吃过很多那些顾客 当然有一些是成功的 有一些是 不能成功的 成功的是因为 他们的目标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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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他的目标很正确 我就是要减肥 我可以改变 但是如果有 其实有一点点 有一些他们的 成绩不是很好 他们 不是很好 是因为他们的 那个discipline 不是很 可以控制的来 就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 最大的就是 在于本身自己 的discipline 如果你是 可以改变 其实你不需要 一下子改变 吃一样东西 一下子改变 你的饮食 其实我觉得 我也做不到 你一天 或者一个星期 改变一样东西 其实我也是觉得 你已经看到 自己在改变 因为我有一个顾客 他就 因为他的肚子 是越来越肥了 他只是做一个动作罢了 他只是在平时喝奶茶或者咖啡 他只是减少不要加糖 他三天过后 他已经开始看到改变 这个真的是很 很 怎么讲 对他来讲 是一种 继续的 走下去 因为他看到 他自己的改变 对 非常 我喜欢 前面看看你讲 就是一个星期 做一个小的东西 虽然是一个 就是 万定 一个星期 每天 好像 我跟每个 client 他们一来的时候 我第一个东西要改变食物 他们会问我 所以要吃什么 不可以吃什么 快点快点快点 食物方面很重要 我知道 我会讲 你不用担心 我要你回家后 写你所吃 所喝的东西 写在一本书 不用改变什么 哇 他们吓到 真的吗 谁而已啊 不用改变了 对啊 我也是有一个client 他也是这样子问我 他第一天来见我的时候 他就问我 我需要改变什么 饮食食物啊 还是什么 我说你暂时 什么都不需要做 就照吃 因为 因为我才第一次见你 我不知道你 平时的生活习惯怎么样 所以这个 其实是要时间 去建立 时间去 改变的东西 然后 到最后呢 我们是希望是说 我们 给了你那个知识 教了你应该怎么样吃 或者怎么样分配食物 怎么样吃堆食物 怎么样 煮的方法 也是一个 要 你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是希望说 你可以把这些 把变成你的生活习惯 这样子你就可以长期的走下去 非常同意 我要share一个 小小的东西 就是 因为很多要减肥的客户 他们都有一个迷思 就是说 我要减肥 我就不能吃 我就不要吃多 不要吃 减吃了 就是在那边刻意的解释 在短期里面呢 可能会见到效果 可是在长期方面呢 他很快就可能反弹 因为 不能够达到那个 持续走下去的那个 那个方式 因为太痛苦了 要减吃 所以我很赞同前卫讲的 就是培养那个习惯 一次就培养一个小习惯 慢慢的从你平时的那个 不恰当时到你肥胖的 那个生活习惯 慢慢的改变过来 那你就会看到那个成效 看到那个你的成功的 那个努力 就会一直在建立 对对对 把它变成你的生活习惯 其实是更好 好过你 follow那种 specific的那种 你今天可以吃 譬如说200克包菜 100克鸡胸肉 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很难 对对对 尤其是我们如果是有工作的人 你怎么样去控制 你要吃什么 很难 除非你 可以自己准备 其实可以自己准备 或者你前一个晚上 你准备其实是最好的 但是能做到的人 也不是很多 我不是说不可以 还是有人做得到的 还是有人做的 OK 谢谢前卫 第一个问题 来我们去第二个问题 好吗 第二个问题 就是要问前卫你 身为一个教练 你对训练客户的一个核心价值 你的哲学 你的philosophy是什么 我的哲学 其实我刚开始 为什么会当教练 因为我觉得 我有一个passion 我爱上了 这个 这个 exercise 这个workout 我就慢慢觉得 我很想分享给人家 然后我就 很想 就是把那些正确的概念 正确的workout的 应该要知道这知识 去分享给人家 然后 如果你是说 对客户来讲呢 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要建立一个 信任 互相信任 第一 如果那个顾客来找你的话 他可能 因为他不知道 他不认识你 他也不知道你的 的训练 方法是什么 或者你的人 相处的好不好 永不容易 沟通那种 其实建议 信任 那种事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那个顾客 他开始信任你了 他就会把他 平时不敢讲的东西告诉你 比如说 我们都很鼓励 顾客 你要吃得健康 也是 part of the workout 你的healthy lifestyle 来的 如果他不跟你诚实的话 你就会问 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我一直 workout workout都没有 成就的呢 但是你是要 find out 为什么 所以如果他信任 你的话 他就会 告诉你 其实我 这里 这两天 我吃得 不是很健康 今天或者 我昨天 没有睡得很好 所以今天的 workout 我的 progress不是很好 所以这些 其实要 沟通 回来的 其实对啊 那个教练和 教练和客户的 那个 关系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们要 communicate到很好 来 大家都 有那个 understanding 我们教练的 工是什么 客户的 工 也要是什么 所以我常 跟客户讲 你要来找教练 可是你不可以 完全100% 是靠教练 来帮你的 教练只是 陪着你走 我们是站在中间 就是站在中间 在中间那边 跟你 对 meet你罢了 就是你要 你也要走出那一步 教练去帮你 走出那一步 不是完全是 靠教练来做的 对对对 因为自己 当然是要 富山努力了 对 因为在 你在没有 健 你一天可能 见教练一次 三次 就是那三个小时 但是你三十 三个小时以外的东西 我们不能控制的 我们只是可以鼓励 或者建议 你做不做到 其实那个 那个责任 我可以说 我不是说 教练没有责任 就是讲 你二十三个小时以外的东西 我们真的不能控制 你在外面做什么 所以 要灌输一些正确的概念给顾客 如果他们可以 可以follow的话是最好 如果他们有时 心情不好 工作压力 睡眠不足 那些我们也要去明白 或了解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啊 好像 打成一个公司 我们的workout plan是什么 你的goal是什么 要怎么样去完成它 其实这个 就是要两方面的 一方面做 我给了你很好的plan 我很好地workout plan 但是你没有follow 你也是很难在那个定下的那个计划里面完成它 然后 怎么讲呢 我又不可以blame你 你又不可以blame我 对啊 所以很重要就是 一开始的时候要有很clear的communication 才这样子set goals 我们来回来回 好像看菜 Chenway 我要问的就是好像training哦 如果个client来找你是 然后他讲Chenway 我要增加一点肌肉 但是也是要减肥 你通常会给的是什么training呢 什么training啊 你会好像放他们比较多strength training 你会design比较多cardio 你会去给他多high intensity or will you suggest跳舞啊 group classes啊 其实我在做那个plan的时候 我会问他 其实你除了来见我们教练workout以外 你还有做什么activity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有其他activity 或者说因为我有一些client 他们的有其他的课程 比如说有一个就是有 他有做morti 还有一个就是他有cycling 还有因为我是跳舞 我有很多那些朋友 他们也是跳舞的 所以他如果已经有在cardio的部分 在以外的话呢 我就不会尽量不会给他做cardio 在我的workout plan里面 我就会尽量给他做多一点那个strength training 然后来增加他的肌肉 很好啊 很好 因为好像在我这里是 我会跟client讲我们要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要有strength 就是我们拿重量啊 我们做我们的functional training 第二就是要有cardio 就是念我们的气 我们的endurance 好像可以是你的跳舞 给另外一个人可以是跑步 给另外一个人可以是爬山 打羽毛球 对 第三 component就是要拉紧哦 就是一点 flexibility 对对对 拉紧 我的我也是有做yoga的 对对对 就是more movement more stretching mobility 对 那个也是会在那个workout plan里面 对 其实我的workout plan呢 就是我一定要有的就是那个foam roller 这个foam roller 我觉得很重要 不可以减少 我不论你对我说 其实我很flexible啊 我的muscle很好啊 我有yoga什么 其实但是我很坚持 你在workout之前 你一定要做foam roller 因为我本身 我也是没有减少这个部分的 我一定会做foam roller 因为就是要prevent injury 我们不知道你今天早上做了什么 或者你昨天睡得不好 一不小心我就很担心了 因为那个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就是要啊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确保顾客啊 workout的时候是啊 injure啊 prevent injury 不可能啊 就是要看他的那天的状况 他的状态很不好 那个也是要在考虑里面 对啊 那个是最重要 我们不要有client跟我们training 在受伤啊 that's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好像Kherry 我很我很突然间很excited 你突然啊 讲到foam roller 你一个foam roller的warm up 或者动作 你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做 这是什么 或者你觉得 这一个动作啊 或者肌肉啊 每每一个client都比较紧的 好像给我是hip flex quads啊 他们都很多人都是长长紧 所以我通常都是啊 form roll他们的quads 如果是你呢 啊 通常我在我的顾客里面 大多数紧的呢 都是那个hamstring hamstring那个部分 啊 会比较紧 所以啊 我我其实是全身做到完的 但是如果我发现他们 有一些 muscle 会比较紧的话 我们 我会就会啊 specific 叫他们做多一点 那个分容 啊 这是他的 muscle 那个部分 哦 很好 哦 很好 所以 前卫就起来的 hamstring 就是大腿 后面的几肉啊 夸就是全面 hamstring就是后面 OK so everyone if you are watching this watching你有什么问题 要问 前卫啊 或者我跟Shelly啊 please再 comment下来 comment in the question and then at the end of this 我们有三个 question we're going to bring that up and then我们可以问前卫 或者 bring up to the floor OK 你们看着你们觉得 啊 很 interesting哦 please share it so that other people can watch it and be part of us so share it i pass it back to you 第三个问题是 第三个问题 我要问前卫的就是 有一个建议 你一定要给客户的就是 当他们来 开始健身 开始他们的健身旅程的时候 你一定要给客户的一个建议是什么 建议 嗯 我觉得 啊 第一个我会问的问题是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要给我知道你的目标 我才可以和你一起合作的 啊 把你 achieve到你的go 然后啊 还有就是说 啊 啊 我们我会跟他讲说 啊 啊 我告这个事情你一开始了 就是你要长期做下去的 你要长期做下去的 就是你要做这种心理准备 不是说 一两天 十天的课程 哦 搞定了我就不用再来了 其实不是耶 其实这个东西如果你 你你开始了你想要达到你的目标 达到过后呢 你还要去maintain它 啊 这个就是我我会告诉我 我 我会告诉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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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还有,可能会告诉他们,你这段时间,或者你训练的一段时间,或者你会觉得,哎,为什么我没有什么进展啊,这些 expectation from the client,我们就是要跟他,在开始我们就要跟他讲清楚一点,你可能会遇到一些瓶颈,但是这些是没关系的,要调整过来,或者是你的饮食习惯调整, 看是不是因为你的睡眠的问题,因为睡眠也是会影响到你的work up plan,或者你的睡眠不足也会造成肥胖的,对啊,然后就是还要告诉他一些,就是要有那种心理准备这个课程,不是说一两天一两个月,完了你就算,你就不用再想,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保持,怎么讲呢,顾客来通常都是,他的goal,我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我要改变我的体态,就是要看得很美,第二可能就是说,我要增加我的力量, strength training, 第三可能就是说,我要增加那个,增加低肉,增加低肉,就是要跟他们讲清楚,你的那个journey,不是说二十个课程过后,你就不需要继续的,我们会帮助你完成这个课程, 过后,教了你一些,你应该要知道的东西过后,你还是要自己继续下去 是啊,我们是,教练只是在,在你的健康的旅程当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已 对,那对,你自己的健康,你自己的健身的旅程呢,还是,最后还是要你自己走下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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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要很,就是要拿client明白这些东西,因为有,我觉得有一些client,他就想说,我来了,参加了,就是跟你练习了,过了三个月,好像就没有什么进展啊,然后我会问他,你除了来上课的时候,做你要做东西以外,你有没有做其他, 比如说,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你的食物啊,你的饮食习惯啊,你有没有吃宵夜啊,或者你有没有夜睡啊,其实这些都是,会影响到,你的那个progress的 嗯,对,其实,这样子的讲的话,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就是平时我们在训练客人的时候,客人,当然他一定会看到 那个physical,眼睛看得到的result嘛,就是他要瘦下来,他要穿得下小的衣服 但是我们会跟客户讲的东西是,你把那个眼光看去别的东西 转变,你看可能你的睡眠变好了啊 你的,因为你习惯上你的改变了 所以你的食物方面,你也吃的比较正常,比较均衡的饮食了啊 你去看看你自己的精神状态有没有比之前好了啊 所以这些不是fabel上面看得到的数字的一个进展 而是你的感受,其他方面的进展也是一个进展啊,也是一个进步啊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我是有顾客怎么讲呢 他们训练了一段时间过后了 其实他们看到有进展过后了 其实他们会很motivated 想要再继续下去 因为我本身也是这样 因为为什么我会开始教练这个课程 在我还没有当教练之前 我就是人家做我就做咯 也是做的不对啊 但是过后呢 就是觉得我好像应该要upgrade自己 我很想知道我自己也没有做错 我应该怎么样做 所以我就去考了这个 这个certificate 过后呢 就是觉得 因为拿到了这个知识了 其实我很 就是很passionate 我很想分享给人家知道 有时候你去健身房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人 他们 他们的知识做错了 其实你 我在心里会想 其实我很担心你会受伤 有没有去跟他们讲啊 你会不会去跟他们讲啊 其实我不大会耶 因为 因为我不知道应该要用什么 怎么样去讲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不喜欢 不喜欢人家这样子讲 除非他 他有过来跟我谈天 过来问我 我就可以讲 也是有这样子的人 也是有 对啦 因为我以前是在 commercial gym做嘛 所以有很多 很多人 一个大的commercial gym 所以对 一些人不喜欢 他们做事的时候 突然间你来跟他们讲啊 so 很多教练都有这样子的想法 哎呀 他们没有问 我不要去搞交啊 so 我的response 就是 我会 这个是玩玩啊 如果我知道那个人的personality 比较open 也是看过他几次啊 所以我会讲 如果你squat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拿这样子的重量 如果你改变这个 你可以拿多100公斤 哇 他吓到了 真的啊 就试试看 所以你丢他一个positive的东西 OK OK 你试试看 他会讲 谢谢你哦 前辈 我不知道 我真的是哦 可以squat多了 可以拿轻了 什么这样子 我现在就试试看 那我办 好大一点 对 随必要拿中啊 全部人都是要improve吗 是 sometimes you know you just throw一个 好的positive东西 哇 他们的response 都是会positive的 他们会感谢你的 OK OK 我是不是 哈哈哈 哈哈 像是前辈 好像 现在我们在讲着 like client 好像看他 你分享 就是每个client 你会跟他们讲 最重要的东西 要知道你的目标 是 嗯 这样子 client一开始的时候 跟你 communicate了 他们的目标 啊 你觉得最难的东西 或者最难的client 是怎样的 我一个东西 你跟client struggle的 我有struggle过的client 其实是饮食方面 动作方面呢 其实啊 啊 有啊 我其实对 struggle的client 就是啊 因为我已经 work out了 那个plan 我 我已经做过 assessment 就是说 譬如说 squat 就是说 我觉得你的squat 因为他们是刚开始 所以我 你不可能给他 很重的 可能他 我就 可能是慢慢来 每啊 过来一段时间 才加 过来一段时间 才加 就是我觉得 client有这个心态呢 就是想 他们很想 一下子 跳到很 很重 但是其实在我们 教练的眼里 你还没有 去到那个地步 因为你的stability 还不是很好 或者你还是不是 蹲得很 怎么讲呢 就是那个知识 还不是去到 那个重量的时候 但是他们会要求你 我要加重 因为他们自己 看不到自己 的知识 他看不到自己 其实 可能你的heal 有 heal 还没有完全 balance balance 因为他们自己 看不到 就我们站在 旁边 因为我们的工作 就是要看 他们的知识 对不对 stability 对不对 但是他们自己 不知道 这个就是有一点 呃 其实也是 大回肉长 也是沟通的问题 啦 嗯 我是有遇到一些顾客 他就觉得说 你不给我加重 他就 不是很开心 这样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可以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饮食方面的discipline 嗯 因为饮食 我有给过一些意见 你应该 选择 好 怎么样选择 你的食物 还有就是说 可能就是说 你早餐吃多一点 晚餐吃少一点 因为我是 based on 他的lifestyle 来跟他讲 你可能这样子 试一思考 不好 可不可以 但是他就是很 struggle 对 他就是 不能够呃 配合一些啦 这样子啦 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 对 sorry 不好意思啦 哦 有一个问题 因为你如果新的客户来到 他完全没有运动过 没有任何的运动过的啦 你会suggest 他先开始 什么样的一个训练呢 我觉得如果完全没有运动 因为我我遇过的全部都是有运动过的 OK 可能就是给他们做一些basic的动作 stability跟mobility是很重要的 这两个如果做得很好的话 你就可以很快progress 去做其他那些conditioning的动作 就是那些basic的动作 就是好像回来我们的 Ace Principle Feed Principle 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是要学那些 基本动作 fundamental movement and then我们注重他的 movement pattern 要做好 feel到正确的肌肉 全部align了 才我们一步一步的progress 好像刚才前面你讲的 你的client很快要加重 因为很多人的perception就是 业重是next level 但是重量是一个variable to increase intensity 我们可以拿多下我们可以做慢休息少一点改变 其实有十多个方式我们身为教练哦可以把一个动作弄难他不只是重量 我曾经厂试过这样子就是叫他做多一点re-re-reps 然后直接叫他做多一set这样子 对对对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vai-reps 这个一步一步不是一个session 是几个星期几个月 对对对 所以一个 所以一个common common的idea 他们就是第一个星期 拿两公斤 第二个星期就直接跳去四公斤 第三个星期直接跳去 你这样子跑时 迟早你会觉得 我不能再拿了 没有这个动作不好 这个教练不好 对对对 我有听过有人是这样子说 因为我有听过有人common 他以前的教练 一直不给他加重 所以他就 没有再继续了 但是那时候 我还没有上教练课程 我不明白为什么 可能现在 现在就是想起来 可能那个教练 他不给他加重的 可能真的是有原因的 不是说不要给他加重的 对对 或许他的其他的地方 还没有 你跟他加重的话 他受伤了 就有很大的风险 很大的风险 是指定动作 也是最重要的 前面就是好像你所讲的 跟client communicate 如果教练跟client有一个clear communication 就是教练知道什么client要这个 可以educate client 因为我们的工也不只是train 也是教client 因为client跟我们是一段时间而已 好像我跟我每个client 你不可能跟我跑到lifelong的 迟早是可能是六个月 可能是一年我们都会停 但是我们停的时候是 你会自己跑 你会想 前卫老师上次跟我讲的是这个 前卫教我做的是这个 所以我们分手后 他们会self sustain 他们会自己走 我们的教练功就是educate 对对对对 其实要让他们继续走下去 把他们学到的东西 他们的知识 融入他们的生活里面 这个是最好的 我们就是不要看到 你没有了教练之后 你就做回以前 没有教练的时候 我能说 就是不要去做exercise 然后就乱乱吃东西 那个其实是 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动作 对对 So Shelly next 我们去看 Facebook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问前卫的 大家在Facebook上 打下你的问题 让我看看 目前还好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前卫我问你一个问题 所以你现在好像做一个trainer 你怎么样balance 你的 你的trainer的training 跟你的nutrition 跟你的lifestyle 你是有了一个system 还是你是比较flexible的 好像给我 我已经定了的 就是早餐要吃这个 今天要做这个动作 and then train clients and then go through我的day 你的day 你的一天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Shenry 我是比较flexible 我是比较flexible 因为 我会plan了我今天 我自己的workout plan 我今天是做什么 这个星期 我其实是plan了我一个星期的 workout plan 然后我自己做的workout plan 以外呢 我的client 我也会预先plan好了 这个星期要给他做什么 然后吃方面呢 因为我都是在家里吃 所以就可以控制那个饮食 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避免那些加工食物 甜食啊 那些东西 我都已经是 不会在 就是不是说不会 会减少 不可能不会的 不可能不会的 因为我有时也是会 跟朋友去喝茶 妈妈这些也是会的 但是 不能说是每天 可能是两个星期一吃 一个月一吃 三个星期一吃 那会是很正常的 然后甜食呢 也是有 但是你 因为我的习惯已经不能吃太甜了 我反而吃太甜 我吃不下 然后我 我也不能吃得太多的东西 因为 我已经习惯那个分量 就是肉 菜 水果 一点点的那个碳水化物 但是如果我吃过多的话呢 我反而会胃痛 消化不来 对对对 因为习惯了 我这样子坚持了已经很多年了 对 就是我把这些已经在我的生活里面 我不可能 就算如果我在忙的话 我至少 至少 一个星期里面 我一定可以抽到至少两个小时做我自己的training 那个两个小时就是要挤出来 但是我是怎么讲呢 如果你真的是要做的话哦 你是真的可以挤那个时间出来的 那个那个目标就是在那边 我就是要做 我就是要达到那两个小时 在这个星期里面 你就是会想办法 你只会 你只会 把这个 这个什么讲 这个 这个 怎么讲 你会 你要去解决 怎么样去解决 你要抽那两个小时出来 而不是 哎 没关系啦 我这个星期太忙了 就不要做了 我 我就不会这样子 就是很多人讲的 找excuse啊 其实那个真的 excuse是自己找出来的 对啊 对啊 我们要 要 自己想要了 就会 你就会找那个 你就会找 挤出的那个时间 对 那如果你是 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的 这样你就要回去 你问回你自己的 为什么 你要踏上健身这条路 为什么 你要追求你的健康 那如果是你 很容易的就 drop off the wagon的话 就是很容易的就 不去坚持的话 这样 可能你的 那个 你自己内心的那个动力 你那个为什么 是 有一些些的问题 你需要去 再重视一下 对 对 真的 因为我曾经有 client就是这样子 他们去到一半过后 他们就 没有了那种动力 因为到最后 我觉得 问题是因为 他的那个 那个 goal的名 不够明确 因为他到后来 他其实 不是很明确 他要什么 所以就 没有办法了 所以 solution 就是找 前卫 要找一个教练 我们的教练 公布 只是叫你找 squad 也是要 go through 你的 why 了解你 and hold you accountable 好像前卫 你刚才分享的 你忙都好 我们都是要找时间 and 很重要 我们身为教练 我们也是忙 身为教练 更多 reason 我们也是要 work out 因为我们是 我们client的 role model 如果我们可以 做到 他们也是 可以做到 对啊 对 很赞同 那我们今天 谢谢 前卫的时间 跟我们在这里 也谢谢 大家一起 跟我们在线上的 这个时间 请问你还有什么东西 想要跟大家补充的吗 其实我还没有看 应该 最好的地方找你是哪里 是你的Facebook 还是你的Instagram 我两个都可以 好 等下 等下我会放 前卫的 social media link 在comment below 你们可以follow 前卫 因为 他的Instagram 有很多好吃的食物 我不要讲 是什么食物 全部都是 homemade的 好像 前卫讲 他尽量在家煮 我讲 是 每天都是看到 你泡食物 所以我会 paste 前卫 你的social media 的 handle 在comment 全部人 please follow 前卫 Instagram Facebook 有什么问题 我请你们 reach out to 前卫 前卫 是 always ready to help 我们请前卫上来 因为我们知道 前卫是真的一个 很 一个 passionate的 trainer and person 他也是有一个很 一个lifely的 personality 如果你真真的是 reach out to 他真的是 很多话讲的 也是喜欢跳舞 只是 alwin不喜欢跳舞而已 所以 我叫你跳 少少很好 我叫你 alwin的 sasa不是 舞来的 是食物来的 同埋到少少 对 那个就是我的 少少 暂时 啊 so 前卫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okay and 拜拜 前卫 by bwd6